有傷者全身多處燒傷 頭髮被燒焦 臉和隻手以敷尿包裹 並且要帶上氧氣罩協助呼吸 另一名傷者頭部被包紮 臉和身上都有血跡 其餘兩名傷者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燒傷 他們四個是姓黃的親姊妹 年齡介乎46到58歲 消息說 三個妹妹星期日 去大家姐住的慈樂村樂信樓35樓 商討賣另一個單位的事業 據悉四姊妹出現意見分歧 期間有人情緒激動 並且揮刀 統向過妹妹條腰 混亂間單位亦都火灼 消防大約半個小時後將火救息 四姊妹都有受傷 需要送院搶救 三人送院的時候情況危態 其中大家姐全身七成皮膚燒傷 三妹條腰游到傷 而妹妹全身多處笑傷 她們現在在威爾斯親王醫院留意 但是用儀器檢測後沒有發現 現在在研劑案件交由警方調查 案發第二天 從案組人員 焦祖手持膠箱和鐵產 去案發單位調查 細胞ский席 講真PNP